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 嘉静 五彩 鱼藻纹 宝珠顶 盖棺 这个鱼藻纹是在中国的瓷器史上占据有重要的一页 粗略的来讲这个鱼文是从半波文化 就从新时期时代就已经用在什么 刚古的陶器上 到了原青花上也有类似的鱼藻纹的图案 到了明代鱼藻纹从宣德开始 而鱼藻纹就把它做得比较严谨 比较自私化 比较自私化 跟皇家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原代我们先不讲鱼藻纹 我们讲满池礁 鸳鸯鱼藻纹来讲 多了一对鸳鸯 就是原文中 原代的皇家 原文中 他把这个满池礁 绣在他的龙袍上面 这就跟受到很大的一种歌颂 还有相关的诗词歌符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 到了永轩时期 尤其宣德 非常重视玉藻纹 宣德大家知道是个艺术家皇帝 而就是所谓的人轩之治 那时候国家国力达到了什么 空前 他的主要 承袭自他的父亲 因为他父亲战刃短不到一年 最主要是来自于永乐 不管永乐的武功 文字武功 甚至永乐在池记上 在关瑶池记上的一些作为 一些创新 一些创造 他都承细下来 然后再加上 他用他的艺术家皇帝的这种 艺术眼光再加以美化 所以号称为 宣德的清华词号称为 如火存清 一代绝品 你们就要画鱼藻纹 那我们这件 那明中晚期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更把鱼藻纹 跟什么 化等号于什么 道家的文士 是道家的一种神仙的文士 他把晋升为一个艺术品 或者在古代有传统 好 我们先讲最古老 因为我们这件鱼罐子 大鱼罐子 不是第一次介绍 为什么我们要温顾而知心呢 这是我们一种学习的态度 也是我们一个认识的态度 好 我从头说起 把鱼说得从头 我们在诗经上就有这么一段话 余在在找 有班起手 王在在好 凯乐饮酒 第二句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 余在在找 有心起伪 王在在好 饮酒乐坎 这是第二句 总共才三句 第三句是 余在在找 异于其福 余在在找 异于其福 王在在好 有那其居 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三句 非常重要 三句话 余在在有班起手 班 颁奖 鱼的头很大 很壮硕 头好壮壮 就用现代话 这个健康宝宝 头好壮壮 余在在找 有班起手 王在在好 凯乐饮 人民 鱼代表人民 王当然就代表 周王 有些人讲的是 周五王 那是周代 最新盛的一个王朝 余在在找 有班起手 人民呢 过着风衣 足使的日子 头大大 人民呢 重要 人民要是 风火连天 这国家永远 强盛不起来 你看 中东国家 因为 跟美国的 这个 信仰冲突 宗教冲突 甚至于 经济上的利益冲突 或者他盛产的石油 被西方的猎权 寄予 就造成他的内战不断 最早还从非洲 非洲 我们从写传时开始 非洲 中东 一直到现在 那个什么 东斯拉夫民族 之间内战 俄国 俄乌大战 表面上 是来自于 这个 这个 地缘政治 骨子里 就是一个利益 那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源源不断来的 又廉价 品质又高 又源源不绝的 所以天然性 供应到欧洲 让欧洲国家 有了这天然性之后 它就少烧了很多煤 因为煤会制造 很大的污染 又少制造了一些什么 核电厂 核能是最干净的 效率最高的 但是核能一旦爆炸的时候 那不得了 抗的是什么 俄罗斯 源源不断的 美国寄予这个 然后怎么样的 美国是 异化天然气 它把天然气 异化 然后你使用的时候 还要再把异化 再把它气化 在中间一来一去 再加上路途这么遥遥遥 八千里路云和月 运费 开玩笑 这五倍十倍的 这个在商严商 人就是取得地利之变 美国 站在它一个 这个 强大的 美国 就是利用它的 这个什么 外交的合纵联合 再加上它 军事武力 作为一个后盾 被它已经什么 倒成一半了 人家打得死去活来 死是什么 死是别人 而且打烂的是别人的国家 美国之所以强盛 就是一直在它本土 没有发生大战 它只有一只小内战 那时候内战就用一些 左轮手枪打一打 我们都看过西部 很多西部片 我从小就看西部片的 美国最大的就来自于内战 把它的什么 原住民 压制它的原住民之外 接着就是南美之间 利益的冲突 一个务农 需要农奴 另外一个要解放农奴 之间造成了这个冲突 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冲突 现在还把它的利益冲突 扩大到全球的利益冲突 最后得利得惠的是它 两手转 一手石油天然气 你不能用俄罗斯了 你要用贵的 你不能用便宜的 另外一手 你们打仗 打的是什么武器 这个 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军火最发达的是美国 两手转 这两个都是战略性的物质 天然气 实有战略性物质 一个武器 那更是一本万利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透一些事情之后就能够了解 我们的鱼藻文 为什么从修行的眼光来看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就是世纪上讲 它代表了一种王道 而不是那种侵犯别人的 殖民别人的 去抢夺别人利益的 包括巴东伊拉克战争 也是 都演过自己 它美国自己 好莱坞都拍的那个电影 完全是基于利益 我们讲的什么 毁灭性武器 从头扫上到尾 没有发现一颗 人家是什么 毁灭性武器 都是做一个借口 都是做一个 然后巴东伊拉克战争 就是为了石油利益 我们中国从西州时代 三千年前 讲的就是一种王道思想 也就是易经那时候形成的年代 周易形成的年代 所谓的 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正 所以白鸟嘲讽 是来自于你的仁德 你行仁正 自然的白鸟嘲讽 而不是我用武力去把你一个一个牙子 这个东西方最大的 这个世界观 甚至宇宙观 就不同的地方 好 我们说 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祥和 代表的是王道 安居乐业 王安居王的位置 人民居乐人民位置 各得其所 发展的很好 这就最早 于早文 诗经里面讲 这个于在在早 有般其手 王在在好 凯乐饮酒 于在在早 有心其尾 有心其尾是摆动 它那个长尾巴 很高兴 于高兴的时候 会摇在那个尾巴 很自然的 随着水波 于在在早 有心其尾 王在在好 饮酒乐看 于在在早 异于其辅 在蒲草旁边 休闲 那个样子 我们都看过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 那个鱼的那种欢愉 吃饱了之后 它要休闲的时候 缓慢地动 它的身躯 在那蒲草旁边 那种感觉 王在在好 有那其具 王住在王的宫殿里面 在那 有那其具 那是代表一种忧心 一种自在 一种忧心 好了 我们再讲 那个庄子 庄子跟惠子 之间的 这个斗嘴 庄子看了鱼 很高兴 说 鱼有之乐 惠子 马上就戳他一句 他们好朋友 两个都是很有学问 只飞于 安之鱼之乐乎 你不是鱼 你怎么知道 鱼高兴 两个人就杠起来 所以鱼有之乐 也是道家也好 道教也好 最早 这一种论述 跟一种思想 观念 到了谁的时期呢 马上正式落实 落实在 这个道教 跟鱼长 画上等号 甚至于跟王权 画上等号的 就是加建皇帝 加建皇帝 继位了 前二十年 政治亲民 国家长盛 把之前不好的气息 都改变了很多 是一个什么 忠心之主 可惜啊 但加建二十一年 就是公元一五四二年 发生了任性公变 因为他 他一天到晚在修道练丹 要取干露水 这谁去取呢 清晨要找那个什么 那个处女 要找那个工女 稍一不慎 他就仗泽 以前那仗泽很坏的 那个又清明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明代的很多 那个宦官宰 那个宦官啊 太监 太监怎么 东厂不当道 那种经常 仗泽就把人打死掉 除了宫女 那大臣都是 当庭就给他仗死掉 所以也相对引来一些敏悦 那宫女 一看一看 因为那些小事就 他打死过两百 在记录有记录的 就加里皇帝 就仗泽打死两百多个宫女 另外其他宫女就 又不能吃多 又不能 而且还要把他那个什么 那个女子的精血 也要帮他储存 作为炼丹之用 然后清晨还不能 半夜不能睡觉 帮他去取露水 炼丹 这个折磨人 我们讲成磨人 所以后来杨金金 就帅 总共16个宫女 跟端飞 再利用他寻衅 他喜欢端飞 在端飞 寻衅端飞的那个晚上 这个王宁平 跟杨金英 大概16个宫女 就去想把他勒了死 背上了绳子 打了死结 把他应该活套才勒得到 用绞型 人工绞型去绞他 打了死结绞不动 就把他绞成重伤 然后那宫女 诸联的 好几百人全部被杀 包括连他最喜欢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 端飞 都被杀掉 那很多传说了 有说是皇后借的 这个什么 出掉他的这个什么 感情上的这种对手 出掉他的情敌 好 所以从1542年开始 整个 那个家庭皇帝 就要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完全不是皇帝 他就变成一个 一个道士了 变成一个道长 潜心 修道 不理政事 交给什么 大宦官 严松 所以 这样营宫便产生了 恐怕的影响是非常大 一个是什么 家庭皇帝 由一个明军 变成不理朝政 几十年不上朝 他在位45年了 后半期完全不理朝政 第二个就是什么 把这个严松 无限上当 严松完全掌握了 什么朝政的权力 就变成了宦官 党道 所以这两大的影响 对明代由盛而衰 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从此明代一卷不正 好 我们知道 但是鱼藻文是这样 我现在讲重点 除了刚才讲 它的传统上 诗经上的因素 我们再讲 在鱼被道教 被道教融合 成为赤灰公 那是什么 就是锦礼 我也讲锦礼 锦礼的游泳 最是全世界鱼类里面 最漂亮 很优雅 人家常常说不了解的 说锦礼就是看它的颜色 其实那都是其次 已经什么自为末节了 日本人比下那个锦礼 一直要上百万千万的锦礼 其实锦礼颜色固然重要 因为锦礼它的颜色 可以由人工去做调配 去做繁殖 但有一点是变不了 锦礼的优雅 我养锦礼 我养了几十年 你在喂鱼的时候 没有喂鱼的时候 看见鱼的那个悠悠 喂鱼的时候 看它们的争夺 抢食的 抢得也很优雅 我曾经跟别的杂鱼一起养 包括乌锅鱼 当然是比我们公司典戏 有人钓到乌锅鱼 钓好玩 钓完了走 就丢到我鱼池里 好了 我也不忍心把那鱼给杀掉 好吗 就这样一样 那乌锅鱼 他也会来抢你的喂食 因为他不是处在天然环境 处在你的鱼食里 他也靠你喂食 但他抢的鱼食 偷偷摸摸的像做贼一样 那个井里就很优雅的 游过来吃你的东西 感觉上就是 就跟人的这种气息 融为一体 有相容性 优雅 尤其养鱼的多半都是绅士 都是Gentlemen 君子 那个气息 就是这么君子的气息 一看那个 乌锅鱼一游来就完了 一看就是那个 他单独在水里游泳 你看不出来 跟那个井里摆在一起玩 像土流氓一样 平常的活动就显得笨拙 然后抢起食物来的时候 也没有人跟你抢 他叫做出那种争夺的那种动作 那种看起来就是 完全都不优雅 所以 井里最重要 他的那种优雅 就是所谓的 庄子讲 于油之乐 在乎他的油 最美是在他那个油 道家 道教 喜欢称为赤灰宫 也是在于赤是就代表他的颜色 一个范称 赤 我们那个大名赤灰的一个赤 重要是他的那个油啊 福利悠游的那种感觉 好 我们这个 这样八条的大的经理 好 我再讲 他们现在 曹新城就 这阵子胡说八道的 那个曹新城 引来两岸之间的 这个紧张情势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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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所谓的 这个商人 这个是所谓的 标准准的一个商人 商人图利 自古代商人就是图利 他不是图的国家的利 还是图的自己的利 当然图他自己的利 所以这个人 不需要把他看得太高 看得太伟大 长得那个人像 就是一股尖酸刻薄的样子 收藏的东西是不错 因为他有钱 当然收的不错 因为早期用的都是什么 用了台湾政府 扶植他们这些工业 形成了什么 这种财法 财大气粗 然后 不好说是血汗工厂 都是来自于 所以有了节奏 要向郭台民众 要去奉献 要去怎么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台湾 或者帮助这个人 不管两岸也好 你要站在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角色 要有个制高点 一个高度 就像我们钱挂了 九五飞龙在天之后 你就要进入了抗龙游会 中庙之位 要献群龙五首 用酒献群龙五首 群龙五首 就是你要站在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制高点 就关怀 人类人类 你不是在这边收藏个几天 转二八万 在那里面 你的东西 罐子 卖了几亿 那是钱摆在你的荷包里 你也不会去给别人 但是 我觉得他的那一件呢 是漂亮 是没话说 但是他那一点 我敢肯定 他不是家境皇帝 用来当做礼器 供奉 那我们这件呢 有可能 我不说绝对 有可能 我讲的论点 很简单 第一个从他的胎幼就看出来 他胎幼 有那种 亡者之气 比如我们肌幼的地方 我细节照片各位可以看 你这边可能看不到 盖子一打开 气口 跟气口的周圈 还留有什么 永轩瓷器上的那种什么 肌幼的那种 虾轻幼 厚厚的一层幼 随着那种谅轻幼 他谅轻幼不是在永轩时期而已 永轩时期作为代表 他整个的 大名皇上 他因为他用的是什么 草木灰 草木碱性的那个 他造成的这种 所谓 右面的这种感觉 就那种谅轻幼的感觉 他的胎土 是什么 来自二元配方的高领土跟瓷石 带火石红 而且 很细腻 看起来粗壮 摸起来是细腻 而且这么大的一个罐子 46公分高的一个大罐子 底部也很大 在明代来说 绝大多数 我不敢说绝对 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 漏胎的 漏胎系 那我们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曹先生的 那个底 他是用白柚底 白柚底是在什么 康熙时期 不管大罐小罐 帮康熙 完全都护上太柚底 就是白柚底 而且白柚底 康熙的还带有那个中叶 带有真叶中叶 就跟他的那件 颇一相像 我不敢说 他绝对是 他那个已经 到很晚期的 已经接近了 康熙时期的那个味道 从他的胎右 但他的用彩是比较接近 因为用彩 康熙早期用的彩 无彩器 很多都是明代明末 没有用完的彩 他继续在用 所以这一点难画 但是从他的画风 画风来说 他画的太细 画的比较细的是堂熙 画的比较有 那个粗犷之气 我们这是 完全是大笔平图 平图的就渲染 渲染平图 就是那种所谓 对 莫古画法 我们这是一种代表 颜色所呈现出来 那帝王的气息 这个很重 我要慢慢的转 给各位转一圈看一看 整个 你看他整个那个八条鱼 那八条鱼啊 就像是 也像是 鸡刚碑一样 它有帅子 还有鱼有大小 它有带子朝宗的味道 它有一种传承 在里面 有鱼的大小 就跟鸡刚碑 有一个棕铝树 为什么 大公鸡站在前面 看了棕铝树 那是帅子朝宗 祖宗的宗 这也是帅子朝宗 它有这种意涵在里面 它用的右下的青花 配右上的五彩 右下的青花用的是回青料 标标准准 足满了帝王气息 而且 看下不会那么细腻 但整体感觉让你就觉得 就是家境时期的 而且代表性的一种器物 用的宝珠鼎 宝珠鼎也是用五彩 标准用五彩 所谓的五色长命锁 五色长命旅 就是故宫 前几年在翻修的时候 它的屋极 每一个宫殿的屋极上 都会采出这五色石 这种叫做庄杖 这是一种吉祥 代表一种长寿 装在那个宫殿上 顶上代表 它希望它那个王朝延续 摆在个人的器物上面 希望个人的寿命能够延长 所以 1542年任一宫殿之后 它就完全居于西院 西院的是什么 万寿宫 大门不出二门不满 完全在里面修道 真正修道 它当然做的鱼藻纹相当的多了 1542年 他就光清花就做了两百多件 而且把自己还取了一个名称 道教的名称 雅号 道号 把这称为天池吊手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 对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三大影响 就三大影响任意工 第一个 就是 他开始不问朝政 第二 他信奉道教 更变本加 他本来就信奉 引起了事故 他更变本加 为什么 他认为他能够大难不死 因为是道帮他的 有神仙在助他 所以他更信奉 另外一个叫阎松 他不管是 二十年不上朝 完全是大难量阎松 换过 这三大影响 我刚刚漏讲 所以 那时候完全 他把这个当作一个 神器在供奉 因为我也收藏一些 几件了 没有说一些了 就是 就是明初的 永乐时期的 永乐时期 号称他的皇后 大明人孝皇后 梦感佛说 他又出了一本经书 你只知道 永乐大帝 文的方面也有 出了永乐大帝 你不知道他这本经书 到现在台湾还在发行 还有发行 大明人孝皇后 梦感佛说 第一夕有大功德经 你看 我朗朗上口 十八个字 各位就 就知道 我那个佛像 就在那个时期的 那个观音 观音菩萨像 底部 就是沙底 沙底的时候带有 电不稳 有不稳的沙底 同样我们这些大观 也是有不稳 不但漏它也有不稳 我很快的讲 因为我马上要出门了 我们帮人看风水 我们也是 风水老师 风水先生 咱们帮人看风水 看他的古宅院 或者看那个 那个 蚕底雄后的人 要盖大别墅 我们都建议他 除了钢筋打地基 那是没办法之外 你在你的庭院里面 不管前院后院 你要做几个透气口 做几个透气口 作为花圃 你可以种植栽一些 大型的树木 大型的树木 你要是完全靠那一点点的土 种不起来 我也玩原意的人 而且我们那叫做土龙要透气 龙要透气 这龙才活得下来 全部都钢筋水 你灌满了 钢筋水 上在摆在盆景 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龙透不了气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底胎 它漏沙胎 它漏细沙底的胎 其实不懂的人 你跟他讲一百遍 他还是不懂 懂的人 你就能够心理神会 他要透这个心 那这我刚刚讲的 帮人盖那个 有规模的阳宅 或者是三合院 还有四合院 我都帮人看过 还有 有些人做的什么 阴宅 做阴宅 他也不能完全 我现在那个 因为在山上坐的公司 怕土石流 完全水 你灌到牢牢的 你还是要固定 留几个气口 他才能化气 绝对不能完全 水泥风底 你那个底是白柚的底 你只能当一个什么 橙色气 只能当一个雅气去看 但你绝对不能 把它当做一个理气去看 尤其是信封道教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你就失去了那个自然 失去了那个地气的 所以我们漏了这个胎底 不单是漏的细沙底 漏胎 而且上面还有这个网布纹 这个网布纹就是 同样在明初的永乐 这个观音菩萨造像 磁胎的 我想不讲的那个金胎的 或铜胎的 磁胎上 这是吻合的 好 我另外一件 我破了一张照片 也可以看 有一件那个 玉湖春瓶 瓶子是不怎么样 但它上面是讲 在供奉的人 这个清华仙子 他号称为清华仙子 客居在王府 在福建 他供奉在南普罗山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它是有来源 它不是买来源 就跟我们 大维德基金会 最有名的那一队 什么 雲龙文平 上面也是张文静 供奉一队 那是民谣 但是民谣 它是民谣中的戏路 那这个什么 清华仙子 供奉的 这个叫吴什么的 一下我忘了 他叫吴 我看叫 这个 这个 丹明 吴什么的 他供奉了一队 也是一队 他秀才的一支 我看 持有的人 我忘记是谁的 所以我只说 我是网路上的截图 上面 他是把他当作一个 供奉器 而且把他余品 他成为余品一队 供奉 可想而知 跟我们在展章联想 就是道教在那个时期 他是家境元年 就是在家境元年 就有这种习惯 连民间都有 上游所号下鼻圣言 都有这种习惯 那件事个民谣 戏路的民谣 那尤其在任银宫变 1542年的时候 那更啊 他 因为历史有记载 三大影响 其中有一个影响 他信封道教 变本加厉 就在那个时期 我们不去做好坏的评断 我们只陈述这样的一个事实 给各位做参考 而且那细沙底 细沙底上面有那个网布文 人家去访 不会访这种 而且要访 也是仿那个 那个什么 跟那个谁的 那个有钱人的一样 他那个底款 他那时候在底 底上有上游 不但有上游 而且还有款 我们的底下是漏胎 我们款在肩上 这明显的 这个就是不是 而且同样 余藻文他做了这么多 百以千计 甚至以万计 的余藻文来说 其中他有分等级 等级最高的 就是作为供奉的 作为什么 道教佛 就是 就是 遇前 供奉的这种 礼器 这种宗教的礼器 我陈述的 是我的认知 跟一个客观的实施 还有待进一步的 去探索 今天 我们就 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exception 使用 欢迎 出